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有一些分離教育的問題的一些主人 跟狗 那其實你來教狗的話 其實要教一個那個 他的定點不動 像這個 人離開了 他就知道說 這個時候 我坐著趴著 乖乖的 坐在這邊 等一下就有得吃 等吃完了之後 他也學會了 不會那麼的分離 這個東西就是跟小朋友一樣 有的主人 常打電話過來之後 問上課的事情 他說能不能一個月就學會一些 基礎教育 那我問他說 他說他家的狗會坐下會趴下 所以呢應該很好教 那重點我知道每個人還會握手 但是我的點是在於 我現在跟他講說你坐下 我身體放掉了 好你坐在這邊不要動 他會不會乖乖的坐在那裡 懂的是嗎 那這個東西就跟學校的小朋友一樣 我女兒也常常 很聰明的 做一些在家裡面做一些動作 但是問題是他去學校的時候 那些動作對老師來講 其實是不OK的啊 因為他的學習態度不好啊 不看黑板啊 老師講話他就東張西望了啊 說不定還自己出去外面 那個玩具器材去玩耍 這個都是不對的啊 我要你乖乖坐在這邊 你聽不聽得懂 這是重點嗎 小朋友你不要亂跑 哇等一下小朋友不見 我會點是這個點 好不好 以上是如何訓全學校 我說的 怪怪 好 有問題的話跟我們如何聯絡 掰掰 來吧 來吧 感谢观看